大家好我是Paul 週遇到週五 英文一起讀 你喜不喜歡維多利亞的秘密的內衣品牌 我有聽過一個朋友把它唸錯 一開始就先刁難人家 說人家唸錯的東西 所以我有聽一個朋友 他就把它縮減成Victoria 你喜歡什麼樣的內衣品牌 Victoria 我現在就想說 秘密呢 你要跟我說是維多利亞的秘密 才是完整的品牌名稱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不能夠這麼任性的把人家的品牌縮短掉 所以你一定要跟我講Victoria's Secret 而且它還必須是所有格 維多利亞的秘密 所以你不能把它說成 維多利亞秘密 所以Victoria's Secret OK 所以這邊的標題 你看它還講的 就很正確 Victoria's Secret 這樣才是正確的品牌名稱 那為什麼我們講到這個東西呢 好 前面扯了半天已經離題了齁 這上禮拜的新聞 這裡再說的是 維多利亞的秘密 想要改變它的品牌路線 因為他們以前的這個路線已經不符合時代了 OK 已經在現在的這個政治氛圍下 下面有已經整理出來一些單詞齁 就包括有 Culturally relevant 他們已經不在文化上有著這個relevance relevance是怎麼翻譯的 就是他們跟文化脫節了 他們在文化上已經沒有它這個舉足輕重的意義了 就他們以前的形象來說 好 我們就針對 因為這文章滿長的齁 那我們先把標題再講一下 我一直沒把標題講完 So Victoria's Secret Secret 沒有複數 只有一個秘密 沒有很多 Victoria's Secret Most Return of New Look Show OK 這個most的意思就是去思考 OK 所以他們在思考著 Return of New Look Show Return就回來 因為他們好像是去年還是連續兩年沒有做那個年度秀了齁 以前在更早以前大家都期待著他們年度大秀 如果你對這沒概念的話 我也不好放影片給你看 但總之就是他們會找一些model來 然後都是supermodel 然後就很瘦 很漂亮 你看這個照片就大概是這樣 所以很多的寶石穿在身上 然後他們會帶那個天使的那個翅膀在背後 在走秀的時候 那你會覺得 哇 就美啊 有沒有 可是今時今日他們 這個這樣的形象已經有點會讓人家覺得 是怎樣 你穿這樣就嫌我胖囉 然後會有這種sensitivity在裡面這樣的情緒 所以他們 他們在這個mall想這個東西齁 那想一想之後 會不會有些改變呢 會 已經有了 所以現在 這邊就有 讀一下這個副表要給你聽 Victoria's Secret is considering bringing back a re-imagined version of its runway show 所以重新想像過的 re-imagined 所以帶回來一個重新想像過的一個版本 它的 runway show的版本 這 runway就是要就是伸展台 As the lingerie giant embarks on a dramatic shift for the brand 所以當這一個 這個Lingerie這個詞 應該也不是英文字啦 發音就不是什麼lingery Lingerie 那它的意思就是內衣 所以你想 啊不是underwear嗎 可以 可是你也可以用比較fancy的話來說 就是Lingerie Lingerie 所以Lingerie model 內衣的模特兒這樣子 所以這個 這個字也打一下 OK Lingerie 所以這個 這個巨波 Lingerie giant 所以embark on什麼東西就是 進行一個什麼旅行 所以這裡用一個階級是on 是對的 所以他們這個 走上了一個這個 很大的shift 很戲劇化的改變 對這個品牌來說 A dramatic shift for the brand 所以 dramatic 戲劇化 shift就改變 好 所以這個 在2019年啊 他就已經把這個 年度的event 就把它scrap掉了 所以scrap這個字就把它抹掉 OK Scrap 或把它當成是垃圾 OK 把它當成垃圾 因為scrap這個字本身就是有 廢棄物的意思 像我們講到說有一個詞叫做 scrap metal 就是廢五金 scrap lumber 就是廢木頭之類的這樣子 所以scrap這個字可以當成形容詞 所以這個秀已經在2019年被scrap掉 那是不是去年因為covid的關係也沒有 那今年可能是不是要有呢 不知道 所以他們現在要 要有一個比較寬廣的一個cultural move away from its hypersexualized imagery 所以他們要一個文化上的一個move 要遠離他們這個hyper 你知道就是就high的一個換個說法 hyper 所以超級高度的一個sexualized 所以以前總之就是高度的性感化的 sexualized的一個影像 所以他要move away from it這樣子 好 那首先他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新請了不同的這個model 所以they hired a new line up of new faces 所以這個line up就是大家排成一排的概念 所以這model排成一排 這就是一個line up 所以請了一個新的line up 那這個line up就包括有一些 跟傳統上來說很不一樣的一些 一些新面孔new faces 包括了這個football star 這個足球巨星叫做Megan Rapinoe Yeah Megan Rapinoe 以及這個Priyanka Chopra 那兩個都是其實是很美的人 我說真的 所以 你說這個很美嗎 你當然是要對有些人來說 喔這個天菜 可能對於一些 呃女童性戀或之類的話 這個短頭髮非常俐落這樣子 無論如何你不能說他沒有型 所以這個人就是剛剛講的Megan Rapinoe 那這個就是呃 Priyanka Chopra OK Yeah 所以這邊就有說一下說他們的名字這樣 好anyway 呃 所以這兩個人啊就很不一樣 所以他們是個新的這個 The VS Collective 或者 A group of women that will work together for collaborate 所以這邊有個字特別要講 所以這是最後的一個字 但我把這邊先念完好了 所以請了這一群女人來說 呃來然後 Who will work with the company on collaboration business partnerships and cost related initiatives 好前兩個字可能簡單一點點 最後一個字大概難一些 所以這些女生啊 會跟這些company一起來 所以不是只有 不是走runway 而是進行一些不同的合作 所以collaborations合作應該沒問題 business partnership應該沒問題 所以企業上的這個同盟這樣結盟 那最後這個詞難一點點 cause related initiatives 這個cause的意思 呃 你可能比較知道它有原因成因 或者造成 所以something 所以x causes y x造成 y 對不對 所以cause這個字我先這裡說一下 所以cause這個字有原因或什麼之類的 可是啊 在一個社會上的一個用法 這個cause這個字就可以是 例如說 呃假設我自己本身有白血病 所以我對於白血病的這種 呃的這種像很多基金會啊 或很多這些慈善機構的這些 投入我就會覺得特別的關注 所以我可能影片做一做 等到我有一天如果真的可以賺很多錢的時候 我就會說啊我要 我的收益我都可以借 捐助給這個白血球基金會之類的 所以這就是我在人生中去追求的一個cause OK 我不知道真的中文該怎麼翻齁 總之就是一個目標 遠大的理想 你想要去幫助它的一個東西 這樣就叫做一個cause 所以他們會合作的就是 跟這些cause相關的的一些計畫 initiatives initiative翻譯成計畫還不錯啦 所以真的 雖然initiate這個字是開始 可是initiative這個名詞 我們一般把它翻譯成是計畫 所以這個跟cause有關的計畫 不好翻成中文 但總是就這樣了 Alright 然後再來我們再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詞也看一下 所以這一段 Victoria's Secret was long famous for its annual fashion show where statuesque supermodel angels would strut the catwalk in little more than lingerie feathers and gems 好這個剛讀完 所以這個維多利亞秘密亞 長久以來都是很有名的 為了什麼有名呢 就是它這個每年的這個 annual的年度一次的fashion show 而在這個秀裡面呢 這些像雕像般的超級名模的天使們 所以這邊這裡前面這個字 不是很好去理解它的話呢 我把它拆開來 ESQUE結尾的 好這種字就是類似什麼的 彷彿什麼一樣的 我知道很多人高中都學過一個詞 叫做picturesque 就是如畫一般的 你知道寫到作文 我們到了一個湖邊野餐 然後這個如畫般的風景之類的 就picturesque scenery 所以這個字很多高中生會 那總之什麼esque 就什麼相關的 類似什麼的 所以這個他們 statue這個字是雕像 所以他們是雕像般的 超級名模們的天使 剛剛講的嘛 在天使他們會帶一個win這樣子 所以走在這個伸展台上 那只穿著lingerie 以及穿著羽毛feather 以及就是一些寶石箱在上面 所以這是以前的 那現在又怎樣了呢 現在的話就是 在今年這個年 現在這個金石金的狀態 我們很注重的 就包括有 這段也蠻多的 body positivity 這都是個很夯的名詞 就是你對你的身體要正面的看待它 無論如何你都是美麗的 you are beautiful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唱其歌來了 所以 所以然而 a cultural shift around the me too movement embody positivity 所以然而 一個文化的一個改變 圍著什麼的改變呢 就剛剛這個me too movement 應該不用我解釋了 以及這個身體正向的這個 正面的這個 就看到了一個 所以這樣子的文化改變 就看到了它的敵手 漸漸的越來越受歡迎 所以他們就覺得這樣不對啦 所以 所以把這個句子講完 所以這個culture shift 看到了它的rival company 然後第一手 好比說savage x fenty 我完全沒聽過 但我不管 savage就是野蠻的 好 那這個公司是什麼呢 所以它也 來了一個破折號 來介紹一下 the underworld brand Founded by singer and makeup muggle Rihanna 所以Rihanna這個歌手 我是聽過的 所以這Rihanna 她所創辦的 所以那她是一個唱歌的人 以及她是一個 makeup muggle 這muggle就是有大亨的意思 所以她聽起來好像是 Rihanna也有自己 生產一個化妝品品牌之類的 好所以她已經是 makeup的muggle了 好所以 她看到了這樣子 她的第一手 grow in popularity 成長起來了 所以他們就會擔心囉 所以 以及還有更多的女人 more women were also choosing to buy comfortable athleisure inspired underwear 好這個字她有拼錯 其實因為我去找一下下 她這裡多了一個L 她其實就是athle 所以我把這個字講一下 athle是運動員 leisure這個字就是休閒的 所以運動休閒風 他們就乾脆把這兩個字合在一起 就變成了athleisure 那這個字現在真的是蠻夯的一個字 所以越來越多的女人 選擇去買舒服的 以及運動休閒的這些underwear soathleisure underwear 所以這跟維多利亞秘密 就完全是背道相似的那種 性感的表徵了這樣子 好所以我們再看下去 下面就有這個 她說她們已經在文化上 不再有她的 本來有的這個地位跟意義了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了這個 culturally relevant的部分 呀這裡 那這邊下面一個 這個 的一個 下去的一個heading 就包括有這兩個字 這兩個字我覺得真的很重 但她就出現在這一段裡 所以我們就把它直接看 或者應該下一段 但我們這段要看一下 因為有字 所以這個Mountain Waters 他是一個Victoria's Secret Chief Executive 所以他是執行長 喔 以及是在五年裡 第四位 所以他在五年裡 換了四個耶 很扯 所以這個Mountain Waters 是第四個 那他就告訴了這個 New York Times So right now he didn't see the angels as being culturally relevant 真的 需要來revent 你的這個品牌 我心裡想到了 突然間就這個字 就重新去 改革他 OK revent 你的image 所以他們在文化上 已經不再relevant 所以下一個再講下去 所以這個Miss Rapinoe 就剛剛那個足球明星 所以他本身是一個LGBTQIA plus 的activist 你看 所以他用了一個最夯的說法 LGBT已經不夠了 加一個QIA 再加一個plus 就是字母可以繼續加下去的概念 所以他本身就是一個他的activist 就是他是一個這個 activist我都不知道該怎麼翻 總之他就是很 他是進行這項運動的人 他是一個支持者這樣子 所以 was more blunt in her assessment of the company's past image 所以他在這個評估這一家公司 他以前的這個過去的形象 來這方面呢 他的態度是更直白一點點的 所以 blunt 這個字 你就可以把他翻譯成直白 所以他們也去訪問了一下這個人嗎 當然是 所以訪問的狀態 訪問的結果就是 他用了一個很 blunt 的表達 來說一下說 你們以前的形象有問題 所以他的assessment 就他的這個評估 這company的 past image 他很 blunt 所以他 所以這個rapino 直接把他描述成 patriarchal跟sexist wow patriarchal就是 就是父權的 父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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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patriarchal這個 很重 不過我覺得他說的真的 事實上也並沒有錯 因為你想一下 穿的那個天使的狀態 然後在那邊走 你看的就是一個 爸爸看到 oh here's my little girl so pretty so sexy walking down the runway 那可是對於可能 比較大字一點的 這個的女性來說 可能就會覺得 oh I'll never be like that 你是在 shame 我嗎 所以這是body shaming 的一種轉個方式嗎 I don't know 所以以及很性別歧視 很sexist 所以他這個非常的 blunt 或許真的也沒錯 OK 好 所以這邊也說的是 他簡單說你是透過男性的視角 以及透過男性想要的這種東西 來去呈現女性該是什麼樣貌 所以這邊就是 try to accomplish through a male lens 所以直接就用男性 a male lens 這個字來說 我多補充一個東西 就 透過male lens 這個部分 那我要多補充的就是 有這麼一個片語 也值得學起來 就是我們有時候會說 你用玫瑰色的眼鏡 眼鏡 玫瑰色的眼鏡來看事情 是什麼意思 就是把很多東西都變得 美化了 OK 所以你在看一個不太好的東西 不太對的東西 可是你透過了這個 Rose colored glasses看過去的話 就把它美化了 它就不再是什麼負面了這樣子 所以 像你檢視一些政治人物的政績 我們不能用 不能透過Rose colored glasses 來去檢視政治人物的政績 這是不對的 大家懂我的用法是什麼了 那還有再來就是 我剛剛有講到說 可能比較大號的一些女性之類的 可能這樣都已經 不是非常尊重的說法了 總之我們現在極力的躲開胖這個字 簡單的說 那 那我們知道有像Chubby 或Curvy之類的一些形容詞 這邊再多講一個 就是這邊有看到的這個是 Plus Size Models OK 這邊事實上有講到就是 先前的一個人 他已經在2019年 他已經在2019年resigned了 他已經在2019年resigned了 他叫做Ed Rezek doesn't matter 那 在 在更前一年 他就有這個 處於炮火下 簡單的說 He had come under fire 所以這個片語也補充一下說 come under fire 也就是被炮火攻擊 被炮轟 所以他被炮轟 為什麼呢 因為他講了一些些 這個 恐 恐跨性別的一些言論 所以什麼phobic就是怕什麼的 那transphobic就是 怕或者是不喜歡 跨性別 你知道transgender嗎這樣子 所以他make了一些remark 所以make加上remark這個字 這大概都是一個片語 就是講一些言論的概念 所以他講了一些remark是 transphobic的 那這樣當然不好 然後他也說了 觀眾根本沒興趣看 比較大號的model 那這樣當然是不太對的一個態度 so he also said audiences had no interest in seeing plus size models 所以這裡這個plus size 也就可以是這個 你要 就你換個方式來說 比較大號一點這樣子 好 假如這大概夠了 你覺得他講的有道理嗎 就或者不要講他講的 你覺得這整個他們的這個 這個他的 整個品牌的這個 cultural shift 是正確的嗎 Well if you ask me I think the company is doing a great job is head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in terms of redefining itself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being more inclusive in its attempt to define or redefine what beauty is in the public eye all right um that's about it I guess I'll see you next week I think